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吧 今天这期视频咱们聊一只大家关心的股票 特斯拉 大家好我是韩哥 新加坡会议率正确的股票经纪和投资理财经理 招呼开户 请填写我的代号BDK 那新朋友啊 请点击关注频道 以免错过以后的精彩内容 那自从上周三的盘后公布财报以来啊 特斯拉受不及预期的利润率和消极的未来展望的影响 那股价在周四开始跳空低开低走 一直到昨天的盘中才探底回升 咱们就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来看一下它的走势 首先是长期趋势 不及预期的财报显然无法支持长期的利好的走势 从读表上来看啊 目前的股价已经跌破了蓝色的上升趋势线和绿色四代 说明长期趋势变得不那么乐观了 那如果要回到原来的长期上涨的趋势 那股价至少要回到240美金以上 我个人才觉得哎才有戏 那如果短期有所上扬 而又无法突破240美金的阻力 我个人觉得可能要暂时离场比较稳妥 那咱们再来看短期趋势方面呢 过去两个交易日出现了红色超卖指标 以及昨天生成了一根十字星的蜡烛 说明目前的多空力量呢 在210美金左右的支撑点位呢 附近有一个很激烈的争夺 那如果这两天的红色超卖柱变成了白色 说明短期还是有反弹的潜力 但是上方的230到240的一个缺口呢 是跳空低开形成的一个阻力区 不太容易能够跨越 那另外一方面啊 一旦这个股价再次跌破 昨天的低点202 那短期趋势的风向呢 可能会再次急转之下 需要特别注意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如果你有什么想让我聊的股票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私信我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 拜拜 好了 今天就讲这么多股票 如果您喜欢我的分享 希望您能帮我点赞收藏和转发 这个频道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要开股票账号 并想收到我的第一手的股票提醒 欢迎WhatsApp 或者通过YouTube视频下方的链接 填写Google Form 联系我 这个链接在我的TikTok个人主页也能找到 关注韩哥 韩哥新加坡 每日股评 用我的技术分析 助力您的投资交易 咱们下期见 拜拜